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来到红人馆,我是小范 这个星身不息,之前就一直收收买卖 估不到一开始公布消息之后,天天都有不同的新消息 新片段,连日来都看了很多很多资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合唱组合的投票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芒果TV里面 他们有个连结,有个QR Code,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可以进入他们的网站 可能用电脑就不太方便,可能用手机会好些 会有个连结,去到这一版给你投票 大家可以投三对组合最多,但每一个艺人都不能重复 所以不可以说Gigi做胆,拖三只脚,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大家就找回自己喜欢的歌手 究竟是谁跟谁一组 好,我相信这个活动并不是去选一队的组合 应该是这16个人,我估计最终 应该有一队的歌曲会是8个人合作 希望Gigi会跟她心仪的歌手 我相信她应该是想跟前辈合作 我相信 当然啦,如果她和善依顺 两个非常年轻的,又是冠军级的人马 那都是很期待的 不过如果最有趣的,当然就是年纪最大的林子祥 就是回答Gigi,几个人 70多岁,再加一个17岁的女孩 相差差不多60年去合唱 出来的火花和话题性应该会更大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合作 当然会令Gigi获益良多 当然啦,如果Gigi和其他老前辈 或者不要说老,和其他前辈合作 都肯定有获益的 例如和沙里,又或者和千华 都应该会有收获 但是我自己比较偏心一点想 她和Lam 因为本来Lam最近都参与了 《我们的歌》的一个节目 所以她现在的人气都是高企 所以如果Gigi本身又在香港 人气又这么高,两个搭在一起 应该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当然这个只是我的幻想 出不出到这个组合 就很视乎大家的投票 或者可能有些人喜欢 两个年轻的 可能珍比特、蜡、Gigi 都不出奇 当然,16组的人都会有120个组合 每一个人 当然,一个可以和另外15个都有机会 可能Gigi和马赛克乐队合唱 都不出奇 因为她视乎 她应该如何筛选 她找到每一个人 最多人投票是某一个人 例如李克勤 最多人投票是李克勤 但选择谁呢? 可能是选择沙里 或者选择Lam 基本上,她又会看回 在Lam那边的投票 最多人投票是谁呢? 可能是Lam 选Gigi 可能他们要二选一 就是他们有很多个考虑之中 最后会想一些组合出来 我相信其中有一回合 可能是合唱 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 不可能只选一对 看看大家积极点 去投票 或者大家留言分享一下 最希望看到什么组合 我其实在录这条影片的时候 都投了票 我其实就选了Lam和Gigi 我都说了 她暂时这个组合 是1%的人选 是1%的人选 我也选了三对组合 另外一个 我选了Hacken和李文 这就是2% 我想其实都很视乎 那个人的人气 如果那个人气高 才有机会被人投票 可能有些人 比如香港人完全不懂的 可能有些国内歌手 可能在三组合里面 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人的名字 所以那些人的投票率 是很低的 当然这个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 都是国内人玩的多 就是用微博 和国内人本身比较多 所以其实呢 变相就是香港的歌手 应该那个 投票率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是很高的 看看最终会出现了什么 的效果 另外讲一讲 这个声声不息的隐言篇 就是一个长达18分钟的 这个视频 相信有些朋友都看了 虽然那个收看率 就不是很高 其实一天才得12000 我觉得算少 其实里面就很多内容 很多资讯 和一些很专业 立了在香港很多年的音乐人 或者是国内音乐人 对香港的音乐 讲乐的一个看法 和一个定义 其实里面就 刚巧就有 这个好歌献给你的作词人 就是郑光老师 其实小弟都在 大约三四年之前 就有一次机会 跟郑光老师吃过饭 当时他都大唱他自己的 填词的歌曲 例如一些陈八强的 另外就有上海灿 当时始终 在看声梦之前 其实我自己对 不同的音乐人 创作人 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 印象和概念 最出名的 我自己都是 雷仲德 雷文 林夕 以前的黄尖 林敏聪 这些人 但是 对他们的样子 他们的个性 究竟真实是做过什么 一些作品 其实很多我都没有 归纳过去看 所以只会是 听过名字 我只知道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音乐人 当时是三四年之前 有幸跟他同台吃饭 当然他用的文字也是很漂亮的 就算说一句说话 绝对不会像我这些 说得很粗俗 很粗劳 很有礼貌的一个长者 但是 现在就 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再用他吃饭 因为有疫情 希望将来 还有机会 再用他 会有机会吃饭 整个隐言篇 其实都放了很多地方 在赵真熙 郑国江 其实是很值得 我们 无论是 上一年多的 或者是 我这些中老 或者是那些年轻的 去重新再认识一下 何谓香港的音乐 香港音乐的由来 我自己认为 尤其是对年轻的乐迷 是很重要的 在大家可能 听一些 即现在听的歌 其实是 很多的音乐 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还有 没有那种 很令人 很深刻的旋律 还有那些 你一听完 有一两句歌词 你就永远记得 这个实在是 现在的广东歌 一个很欠缺很欠缺的地方 无论是曲还是词 当然 可能是 一些很擅长的音乐人 已经是 漸漸是忍退 或者是少些做流行曲 另外 多一个可能性就是 因为再做这个流行曲 都已经是 找不到吃了 可能已经是 算了吧 都是不要做音乐了 反正都这么多作品 已经在街上 新一代的音乐人 真的要出到好听 又令人很深刻的旋律 好的词 即所谓好的词 不是说 词有意义 那么简单 你的词是等于故事的 就是说哪个歌手背后一个故事 不是这么简单 是 所谓流行曲 就是你听完要流行 要听到会记到那句 唱到一段 我认为是流行曲的词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但是现在的歌词 很难 不是说没有 不过 真的令到你会 听完一两次 你会记得 你会会唱 那个歌的数目 真的不多 所以变了 当然很多香港人 都继续有听 香港音乐 蓝团 那些 但是有多少人听完之后 又真的 对手歌很深刻 又觉得很好听 是 又会跟得住去唱 这个就 我 对这部分有些保留 始终是旋律 是要令到人听完 怎样为之是 你听完这首歌 你会对你印象深刻 就是 没有伴奏的时候 你可以就这样 哼回一首歌 起码到一段 那我就认为 那首是一首 比较成功一点的流行曲 还有 那些歌词 你随口都可以 哼到两句出来 因为以前 我们真的经历过 这个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都有一些 这样的作品 实在就是 你一说的歌名 或者 那个前奏 一起 你起码都可以 懂得唱几句 那这些就是 会令到首歌流行 那 和是 会令到首歌 Hit 的地方 那 希望 接下来 就是 透过很多 现在的选秀节目 那 国内现在有这个 声声不适应 有一个 这样的音乐节目 可以推动大家 去听广东歌 和 刺激一些音乐人 出来 做一些 真的令人 深刻的旋律 是 真的 大小都 適合的 流行曲 最好了 在这个隐言篇里面 我都不记得 是不是隐言篇 只不过是一个 声声不适的视频 看到这个 非常华丽的舞台 也是 带起另一个 议题 就是说 其实香港 真的很难做到 这么大的制作 尤其是 这些可能 都是属于一次性的舞台 就是 拍完这十多集 就拆掉了 所以 那个投资 真的非常之大 当然 我们偶然 在香港 尤其是 无线 都会 看到有时候 有些很厉害的 舞台制作 例如上一年 学友 那个 讲者 唱歌 在外面搭台 但是 这些都是很一次性 很偶然 很偶然 例如说 经常有机会 有些这样的节目 就真的 唯一就是 你只能够和国内 一起合作 就是他们 人工相对比较便宜 所有 工作的成本 比较便宜 之前 智偉 都说过 曾智偉 都说过 国内一个 电视台里面 或者一个节目 只是负责做设计的 一百多十人 那你怎么跟他比呢 就是他可以 譬如拍到剧 他那个画面 是可以出现 三两百个演员的 譬如拍古装 那样 那你在香港 现在 人工又贵 那些成本 所有都贵 根本你很难 有些大制作 那不是说 本土 那个制作不好 实在是 你很难去投资 那么大 就是 在现在这个年代 尤其 你譬如 主力在电视上播放的 你用什么方法 去收回那个本 是不是 你只是靠电视广告 或者是 最主要就是 要有人去赞助 譬如 现在来的星梦2 大家下去赞助 那你一定要找到 一些很厉害很厉害 或者是 很多个冠名赞助 一起 混在一起 在同一个节目 那么 广告时段 就 限了有多少 就是一节和一节 就只有四五分钟 是不是 你不可能在那里 放四五十个广告 所以 每一个节目 其实它的收益 基本上 都僅了有多少 就是 不会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突破 所以 这个节目 拍出来是 一个钟 两个钟 其实你 做到飞 你可以收到 回报 所以 这个节目 只能和国内 合作 也是 很庆幸 TVB 还是 和国内 很密切的关系 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当然 也是 一个中间人 最重要的 当然是 王祖南 之前很多媒体 如何抹黑她 我完全是不相信 那些假消息 就是说她怎样 劈炮不练 我完全不相信 因为 我认为 是一个 所谓 创意观 也好 她回来 一个计划 放在电视台 绝对不是一年半载 我也不相信 王祖南 会 为了什么原因 就去 禁止了这个工作 但是 当然 例如香港那些 黑记 那些黑媒体 就是多得不得了 那 报完之后 报错了 也都不会 怎样出来 道歉 什么都没有 完全毫无责任 刚刚也是 看到有个 黑色媒体 我以后 都是用这一字 形容他们 又 在这个Gigi 在《星生不息》 那个 《好歌献给你》 那个MV 里面 又在讲一报 就说 被人摄毁 大哥 他本身 大家站的位置 就是 自由的 在那条片 是很随意地走 就是一个人 走前 你又摄毁 哎 说真的 你又要 不想报TVB的事情 你又要拿去做话题 就是 都有些操手才行 是不是 就是 看见都想作呕 这些报道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媒体 打个标题 都打错字 我都很难去接受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看三份报纸 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因为家人 有人在学校做 所以本身有个订阅版的报纸 便宜一些 另外我家买两份报纸 这个就是由小到大 家人最主要的娱乐 就是 并不是电视机 而是看报纸 所以我对这些 就是写错词 打错词 就是我自己 做到这些事情 我都接受不了 就是何况见到 那些话这么出名 是 就是这么大媒体 那样 就是很难接受 就是现在香港的媒体 就是 没有监管 就是这样 也是所有人 都可以是记者 所以 出到的结局 也是这样 今天这一集 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叫做 开一眼界 就是怎么样 去看一下这些 那么大的舞台 去 就是 跟香港一般的制作 都差很远的了 就是 你只是看一下 那一排灯 已经是 哇 隨便摆几张相片 就是一个视频出来 它转几个 可能按几个按键 已经变了 这几个那么华丽的样子 那么何况之后 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歌 或者 不同的组合出来 那么 那么 很期待这个 那么 就是壮观的一个制作 那么 希望也都是 那些歌手 可以发挥到 他们应有的表现 就是不要令 这个节目 失色 就是我相信 都 有那么多重量级的人 在这里 应该怎么也有很多 很棒的作品 那么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再说 多谢你们 拜拜